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 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 美国将把更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向亚洲地区 在这个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扮演更大的角色 为了打消人们对美国可能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关注的忧虑 当局后来将这项战略称为亚洲再平衡 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的这项亚洲政策一直备受争议 北京称华盛顿的这项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 美国的许多安全问题观察人士 则指责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 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24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中 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说 相关的资源远远没有到位 从军事上看这部分的资源远远不够 这项战略被过分夸大 过多做出承诺又不能兑现 这很不好 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那些潜在对手会看得很清楚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 在外交关系协会说 在总统向国会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中 很难看出政府正在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 简单地说 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提议减少军舰的天制 军舰数量对亚洲很重要 我们在那里部署军力是个关键因素 可以让我们的盟友放心 并说服保持中立的国家 美军会留在那里 他们可以跟美国合作 共同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 军力不断增强了中国 过去一年中 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 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使美国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 传统基金会学者 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史蒂夫布奇说 亚洲再平衡的实施 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现实的状况是 美国依然是一个全球事务上的大国 我们要有能力应对 几个主要地区发生的事件 特别是亚洲 欧洲和中东地区 我们实在不能将中心转向某个单一地区 美国国防官员们在许多公开场合 誓言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 包括将尖端武器装备 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 美国之间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